8G老沙的新悬赏大概会是多少 8G会不会比鹰眼高呢 来猜一下这三个人的悬赏 老沙的悬赏在之前其实是很低的 几千万 他现在肯定是过亿了 那鹰眼的悬赏之前肯定是会很高的 现在的话重新出来 那肯定是会更高的 鹰眼至少是20亿级别的 黑胡子是22亿多 四黄的话 鹰眼这个存在 鹰眼我暂时猜20亿以上吧 然后老沙的话 老沙不好猜 老沙一开始几千万 翻个十倍 翻个十倍破不了十亿 老沙就暂定十亿左右吧 掉不了十亿 感觉七八亿的感觉 那8G的话 那个同学说8G可能没有鹰眼高 其实我不这么认为 如果8G成为四黄的话 8G的悬赏是会超过鹰眼的 同学 那假定8G的悬赏超过鹰眼 鹰眼我先说是20亿 20亿以上的话 那8G的悬赏至少也是20亿之上 新四黄 陆飞的悬赏是30亿 基德罗这两个不是四黄的人物 也是30亿 这个层面来说 8G的悬赏有可能会超过基德和罗 甚至超过陆飞 那就暂定也30亿吧 所以老沙的悬赏 大概七八亿左右吧 那鹰眼的悬赏20亿以上 8G的悬赏30亿以上 大概是这么三个范子 这两个人 也十五分不要 那房就饿不着火坐